文文让esa 文文荆宝宝 文文荆宝宝 说尼好 mention包括花宝 谢谢来看共演的小伙伴 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 天黑请闭门 门门请睁眼 门门请夫人 门门请开箱 大人只有好安琴 门门不乐和爱心 爱意出生不让心 我们给你好心情 谢谢 好安琴 谢谢 好安琴 谢谢 狼人挚你了 谢谢 我也想你了 谢谢 我小时候玩的游戏 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挺不喜欢玩游戏的人的 我玩的第一款游戏应该就是 还是那个手柄机的时候 就是那种插那种盘 然后可以玩 然后 对小霸王 还要推 我老记成小王吧 小霸王 对就那个小霸王 然后还有到后来出了那个枪霸五千 就是那个电视购物那个 然后我玩那个游戏机 然后再到后来之后就是出到电脑之后 我就 我这智商就只能玩扫雷了 就一直在扫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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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 因为 但是他在键盘上跳舞 我在下面跳舞 就跟着跳 这个月工资加一倍 对 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这块游戏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个游戏就没有现在站在这个台子上的我 然后 然后我就 好了 广告完毕了 这个游戏我到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下去 但是 还是赚了不少钱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我们王总搞游戏搞得特别厉害 然后 就特别牛 加两倍 好 谢谢 然后 然后 还没讲完呢 然后到后来之后我就 但是我特别讨厌玩游戏的时候就冲钱 对吧 没有 然后我特别讨厌那种就是会给游戏冲钱的人 我就觉得要么就是土大款 然后要么就是那种 就是有的人会借钱 就是借朋友的钱 借蚂蚁画背的钱 不是 借信用卡的钱 就是徐人这种人 对 你说人 连蚂蚁画背都想替他买人寿保险了 就是借的那个钱的数量特别特别特别的那个啥就是为了打游戏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方式 我就觉得玩游戏要理智 不管是你玩竞舞团 还是玩新梦学院可以多充点 然后 我的 加三倍 新梦学院要充钱 就是剩下那种 加三倍加三倍 剩下那种不太好玩的游戏 自己就别冲了别浪费钱了 你们平时还要犯偶像吧 还要吃饭吧 过过几年年纪大了还要找个女朋友吧 然后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不要把钱浪费在游戏身上 对的 对的 然后 对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 这位我们新房的 大家好 我是CNH48 听名字是崔辉慧婷 谢谢带来看我们今天的公演 杨慧婷 杨慧婷 妙奖 谢谢 妙奖 谢谢 杨慧婷 谢谢 杨慧婷 好奇哦 你们两个很有默契哦 他们怕不是CP哦 应该是吧 对 然后 小时候的玩的游戏 在我小学期间由于家里管的严 没有玩游戏 等到不怎么管以后就开始玩游戏 之后就开始玩网游 那玩为什么网游呢 当然就是那三个字 说 金舞团 对的 然后呢 严肃 然后呢 等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了 我依旧还是喜欢玩游戏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玩那三个字了 四个字 四个字 不不不 我已经不玩了三个字的 星梦学院 三个字 三个字 金舞团 对的 我现在开始玩四个字 星梦学院 对的 因为我身边的小朋友都在玩四个字 星梦学院 对的 因为这个游戏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它的名字叫做 星梦学院 就是 非常感谢郝晚晴的那个配合啊 最后我们还要再说一遍 这个游戏真的非常好玩 它的名字叫 星梦学院 好的 谢谢 回去我就卸载 我都不知道了 哎 三倍工资就没了 你说了那句话 三倍工资马上没了 好 大家好 大家好